这个北韩男人吃着从来没有吃过的月饼 一口就包了下去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韩国的男人忽然叫住北韩的男人 犹犹豫豫地说出了一句话 这句话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因为他想要离开韩国加入北韩 很显然此刻的小李完全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韩国男人吐出刚刚吃的月饼 然后郑重其事地对小李说 我只说一遍 你好好的听着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 我们的共和国能制造出世界上最美味的糖果 你明白了吗 小李不知可否地看着这一切 差点吓死 然后老吴再次吃了下去那个从来没有吃过的月饼 这四个人是如何会情绪变化这么大的 原来这里是南北共同戒备区 他们的边界只是一个绳子隔着 但是却阻挡住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 因为有了不一样的观念 才有了冲突 才有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矛盾 这天边界巡逻的时候 小李只是撒了一把尿 结果却碰到了地雷的险 一下整个世界都静止了 此时他的对讲机也没有了信号 就在他想着办法自救的时候 忽然窜出来一条小狗 可把小李给吓坏了 就当他以为是虚惊异常的时候 一个北韩的士兵忽然跟着狗找了过来 小李再次紧张起来 再次举起了武器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小李的背后被一双大手给擒拿住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李忽然对他们喊着有地雷 这才让他们知道这个小子原来是碰到地雷了 就这样老吴准备带着士兵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小李忽然哭了出来 因为他知道 这是他唯一活下去的机会 就求着他们救救自己 老吴也是心软就帮助小李把地雷给拆除了 而也是因为这个善意的军动 将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这里有个细节 老吴就完小李之后 老吴吹口哨给小李听 代表着他们的联系正式开始了 也就是这样他们真正认识了彼此 以前虽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对方 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也是因为这次的救助 小李对老吴有着一种老大哥的信任 慢慢这种情愫就开始涌动了 小李无法控制地想要更多地了解老大哥 为此他们通过扔信件的方式 表达了互相的勇意 这一天的机会终于来了 夜晚三点 趁着同事睡着 他走到边境的小桥边 看了很久很久 终于鼓起勇气走过小桥 来到哨所 进入哨所的那一刻 一下就紧张了 原来是老吴的士兵写信邀请小李过来喝喝茶的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小李是真的来 一看这个邀请是在队长不知情的情况下 小李立马之趣地想要离开 但是又被士兵给拦住了 并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南北相聚 也就这样他们来到地下室 开始相聚 双方一谈话就剑拔弩张 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 老吴这边一直说着南韩的人靠着美国 成为美国的走狗 嘲笑他们就是太监 就在他们嘲笑的时候 小李莫名地拔出来M9 气氛一下就紧张了 老吴的眼睛都直了 然后走过去拿起一片四七 非常迅速地对小李说 你杀过人吗 一句话真的把小李给猛了 接下来老吴把AK指着小李的鼻尖的时候 小李彻底吓傻了 求着老吴不要这样 这个时候小士兵忽然对小李说 我们的队长曾经是真的打过仗的 杀过很多人的 老吴打断了士兵的吹嘘 然后郑重其事地对着小李说 在实战中 枪不是杀人的工具 而是勇气和冷静 谁能掌握那份冷静 谁就是最后的幸存者 就这样小李得到了老吴的第一个礼物 就是救他命的地雷保险栓 有了收礼 当然要还礼 所以第二次的相聚也顺理成章了 小李送来的一个没有打火机 老吴看着这个打火机非常的兴起 还对着打火机照了照自己的大黄牙 然后还送来一本颜色杂志给小士兵 小士兵哪里见过这个画面 眼睛都直了 就在这个时候 出事了 狗忽然对着门外狂吠 原来是他们区长过来视察 竟然发现哨所一个人都没有 一下就把老吴给踢下山坡 教训一顿后让他们把狗送到厨房 士兵当然不忍心狗被吃 所以想要把狗放生到南边去 奈何狗是认主人的 这一天小李再次去北面 但是同事却醒来了 却看到了小李站在了桥上 就这样小李知道事情无法隐瞒了 就带着同事一起去 但是同事哪里敢跨过这个界线了 就在这个时候老吴走了出来 亲自邀请了小李的同事 同事紧张地把手伸了过去 结果被老吴深深地拥抱 这种拥抱真的是有力量 是来自兄弟的热情 立马感染了同事 这样两人就被老吴彻底征服了 他们的活动开始频繁 玩着各种八十年代的游戏 抓石子 当然他们抓的是子弹 玩一二三木头人 斗鸡 玩着玩着就把各自的女友介绍出来 很显然这样的交流 可以让情感升华的 就这样在站岗的时候 会出现两人互相忍不住地 笑得不可思议的场面 但是好景不长 这天终于出事了 警报一想 全体出动 他们必须要赶到边境 因为有情报发现 北边的人开始集结大量的人在边境 而就在他们赶到边境的时候 确实发生了爆炸 他们看着这些烟花 心里都明白 他们和老吴的关系会有变化 他们都知道暗地里的见面不能再继续 所以他们决定见面最后一次 然后就不再见面了 但是死亡也正在靠近他们 果然这次见面 小李直接就问北边真的要打仗吗 老吴只是一个哨所的对者 哪里知道那些 但是小李已经把老吴当作大哥一样的崇拜 以为老吴什么都知道 老吴这个时候对他们说 我们不能阻止核武器 也不能阻止战争 但是我们可以每个人写一封信给父母亲人 小李忽然不合时宜地说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我们会自相残杀吗 就在这个时候老吴继续说 你们都太天真了 如果美国要发动战争 我们的哨所瞬间就会被炸毁 我们的存活率是零 一旦用上核武器 我们这两个国家三分钟就会在地球上消失 然后忽然感叹 这个残忍的世界啊 为什么会有战争 就这样他们各自写了家里的地址 并拍照做了留恋 因为他们都以为以后再也不能这样见面了 事情的发展将会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而这天小士兵还收到了小李同事的生日礼物 这个可真的感动到了小士兵 就在大家准备相聚这一次之后 就不再见面的时候 这下彻底不好了 门被敲响了 他们的区长走了进来 所有的人立马紧张了起来 区长立马掏出了M9 小李的同事瘫倒在地上 而小李同事也拔出了M9 整个空气立马就静止了 老吴立马上前 想要劝说区长把M9收了 但是区长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立马把老吴给打晕 并要求小士兵把两人给抓住 老吴这个时候站起来 对区长解释说 这两人是过来投城北韩的 区长要求立马卸掉对方的武器 小士兵这个时候也慌了 想要掏出M9的时候 老吴立马让小士兵不要动 自己会全部负责的 然后开始劝说小李 放下武器 就说他们是投城来的 老吴保证他们所有的人都不会有事 但是小李的同事小声地说 这可能就是陷阱 小士兵此刻满脸大喊 也劝说小李 你的命是老吴救的 你要相信他 把武器放下 小李也浑身抖动 你不是喊我们叫兄弟吗 我相信你们 你们相信我们吗 此时老吴开始最后给出一个建议 那就是大家同时把武器放下 三把武器同时放下 但是当老吴把他们的手按下去的时候 意外再次发生 这是绝对想不到的 就当他们把武器收回去的时候 就在这个最最关键的时刻 整点广播开始播放 这就相当于学校的早操歌声 每天都是准时自动播放 也就这个声音 让区长不自主地再次摸向了武器的袋子 而就在此时一声巨响 划破了整个房间 倒下去的是区长 开枪的是小李的同事 小李同时也拔出了一枪 打中了小士兵 但是当把武器指向老吴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子弹没有打出来 而倒地的小士兵也打中了小李的大手 此时小李的同事已经摸着 走到小士兵的边上 一直射击着 他然后再把武器对准老吴 又指着倒在地上的小李 此时同事露出诡异的笑容 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 只有老吴是最淡定的 他非常冷静地拿起小李同事的M9 然后果断地把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区长给抱头了 然后用步擦掉指纹 把武器交给受伤的小李 然后再捡起小士兵的武器 同样擦掉指纹 交给小李同事 对他们说 记住你们是被绑架到这边 然后你们逃跑了 在逃跑的时候射杀了他们 你们快走吧 此时的二人完全是猛逼的 没有缓过神来 老吴就在他们要离开房间的时候 叫住了他们 并对自己的肩膀开了一发 这里有一个细节 那就是老吴把两把武器给调换了 真正射杀区长和小士兵的武器 是小李同事的 老吴用着把武器射杀了区长之后 交给了小李 而小李手中的武器是小士兵的 这个细节很关键 也是为什么调查员 一直查不出来真相的原因 因为他们找到的案发现场的武器 一直都不是真正射击的武器 而且在数算子弹的时候 却少了一个 这个细节是后来破案的关键 而调查员在调查的时候 小李同事的情绪彻底崩裂了 因为他无法面对是自己 射杀了自己当任的兄弟 所以吞枪自杀 但是没有子弹 就跳楼了 这一幕正好被小李看到了 同事彻底死了 而这个悲剧远远没有结束 而自始至终冷静的老吴 一直都在保护这些新兵弹子 他扔掉了房间的证据 那些吃的东西 而两边的交战也一触即发 打得昏天暗地 一切的友谊和情谊 在战火中终将成为悲剧 老吴看着小李被救 终于放心下来 而在调查他的时候 他也一直掩盖了真相 他对调查员说 他们越过边界小便 所以他就把小李的同事给抓了 但是后来被小李给成功救了出来 还杀了我们两名战友 被问是谁杀了两人的时候 老吴说是小李的同事射杀的 当时他情绪彻底失控了 就在小李被对峙的时候 老吴眼看小李就要把真相说出来 就激动地翻开了桌子 他可不能让小李把真相说出来 那样他们现在活着的人全部都要完蛋 北边的人知道他们在一起交往 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所以他吵着要为死去的同事报仇 击打了小李 成功让小李把话给收了回去 但是真的有瞒天过海的骗局吗 没有 其实瑞士派来的第三方调查员 早就从细节中得知了真相 因为有一个子弹失踪了 从那个子弹中他知道 真正射击区长和小士兵死亡的人就是小李 但是他并没有把真相说出来 因为消失的那个子弹 是小李同事射击偏向打到了玻璃上 并没有打中人 而真正杀人的是小李 而之所以老吴隐瞒这一切 因为只有这样老吴才能被重新得到重任 而小李也因为成功救出队友而获得二等功 就在最后调查员悄悄在小李耳边 说了到底是谁杀人的 是你 你就是第一个开枪杀了区长 而小士兵也是你杀的 你们称呼对方是兄弟 我只是不理解 你们为什么要把兄弟杀了 而小李也做了一件绝对想不到的事情 他在上车的时候 把同事的武器给抢脱下来 然后跪下来 自杀了 这是调查员绝对想不到的 他的眼泪也流了出来 看到这里 不然感觉人真的很渺小 在两个制度中间 根本身不由己 我们多么希望有一天 宝岛能早一天回到母亲的怀抱 本事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时间已经近了 感谢您看 感谢观看